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篇报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就是李强是一个注重发展经济 同时和习近平关系密切 有着一些特殊地位的人物 文章引述了一位国际投资公司的高管 他回忆2017年他对李强的印象 他说 当时大多数的中国的高级官员说话都会从引述习近平的谈话开始 先要背这个领袖的语录 对吧 但是李强没有这种官腔 而是直接开始谈商业问题 那么这一位商业人士说 这个表明李强对自己和习近平的关系充满了信心 不是那种典型的中国政治家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还提到 李强在多个场合强调了私营经济对经济火力的贡献 私下呢 他和一些私营经济的领军人物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的马云 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 他被认为是一个清商界的人物 李强注重经济还表现在他灵活的执行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要求 比如说在新冠疫情中 早期李强在上海的做法就相对于其他地方是更为宽松的 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扰 有消息称 李强也是支持引入德国的那个mRNA疫苗的少数的领导人之一 当然最后这个疫苗还是没有能够进入中国 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有人认为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政府适当的放宽了对疫情的封控的措施 这个是李强向中央建议的结果 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 在2014年中国的那个乌镇国际互联网大会期间 当时还是浙江省省长的李强先生就曾经提议 短暂的开放互联网的封锁 就是让乌镇不受那个长城防火墙的阻隔 当然这个最后没有得到实施 但是这个也可以看出李强先生较为灵活的思维方式 可能是因为李强的工作能力 工作态度 习近平显然对李强的能力非常的信任 在重要的时候 李强也会自觉的和领导人保持一致 比如说后来对上海实行了更为严厉严格的封控 这个李强就执行了 欧盟商会的会长叫York Warky 他说习近平希望有一个不争辩的干实事的团体 而多年和李强的合作呢 使得习对李有这样的信心 在李强和习近平早年的合作中啊 他提到一个细节 说李强在习近平的办公室里有一间小卧室 如果习工作比较晚的话 李强就一直留在习的身边 非常的敬业 那么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 总的给人的印象是 李强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思维活跃 重伤 务实 但是呢也随时和领袖保持一致 这个也使得他成为这个新的总理的最佳人选 好 那么我们希望中国的经济 能够在李强的施政中健康的发展 好 我们今天来谈美国的经济 周三的下午美联储正式的宣布继续加息75个基点 就是0.75% 这就使得美国联邦基准利率达到了 3.75%到4%这个区间 这个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 也是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最快的最大幅度的这个加息速度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那个时候通胀率是达到了14% 而美联储为了压下这个通胀率 曾经一度把利率提高到了20% 几乎就冻结了这个借贷市场 说这个历史数据是为了告诉我们 美联储有可能变得多么的凶猛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除了加息以外 美联储还从这个债券市场 每个月要吸走950亿美元的资金 怎么吸走呢 就是说每个月大概有950亿美元的债券到期 到期以后呢 美联储就支付这些债券 然后不再发行新的债券 那么它这个balance sheet 资产负债表就会下降 会进一步的收紧货币市场的流动性 虽然是第四次加75个基点 但是这个升息的决定 基本上符合市场的预期 在这个之前市场预期说 这一次要升息75个基点的概率是88% 所以基本上是符合的 所以在升息的这个决定公布之后呢 道琼斯的指数还上升了300多点 重新回到了33000点的水平 当时大家还比较兴奋 好 那么利率上涨符合预期 这种时候的话 市场就会更加的关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语气语调 大家去猜测下个月12月24号 那个加息会议上的那个加息幅度会是多少 所以一开始呢 鲍威尔讲话还比较鸽派 大家还普遍认为 美联储超鹰派的这个加息恐怕要结束 市场对12月份升息的这个预估大概是50个基点 就0.5% 但同时呢鲍威尔又表示说 美联储将会在某个时刻放慢加息的步伐 并且警告说考虑升息暂停还为时过早 换句话说 它加息的幅度可能不会再是75个基点了 但是加息的次数可能比我们预计的要多 所以市场又开始紧张 道琼斯指数就一头栽下来 跌掉了800多点 美联储加息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压住通胀 但是呢美联储最关心的这个核心个人消费物价指数 9月份依然涨了5.1% 要知道9月份这个时候啊 能源的价格已经是开始回落了 这就说明高通胀已经是从这个原料阶段 逐渐的开始蔓延 增加的成本开始逐渐的进入物价 这就意味着短期内很难看到有效的控制 加息呀 实际上对于这种成本推动的通胀效果不是太好的 同时这也就意味着美联储的加息可能不会放缓 鲍威尔曾经表示说 今年年底美联储大概会把这个联邦基准利率提高到4.4%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猜测 就是12月份加息可能是50个基点的原因 而在这之后呢 大家预测就是明年2月份 3月份可能还会加息25个基点 高盛有一个预估 说到明年的春天 这个联邦基准利率可能会达到4.75%到5% 这个峰值区间 高盛估计这个可能是最高值了 随着美联储如此猛烈的加息 以及没有显著的得到抑制的通胀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美联储表达了不满 美国企业研究所 这是一个美国高级智库 他的一个高级研究员 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发展部副主任 他还是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叫Desmond Lachman 他表示说 这种反应迟钝 这个是指的这个美联储 直到去年年底还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 当时就没有做出动作 说这种反应迟钝 然后又突然猛踩刹车的做法 将会导致一场不必要的痛苦的衰退 这个话就比较重了 不必要的衰退 这个是你人为造成的 事实上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0月份开始出现下降 法国的路透社近期发起的一项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 受访的经济学家们预计美国经济在未来一年中 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是65% 比之前的45%的预测要显著的上升了 Lachman教授还说 由于住房按揭的利率已经快达到7%了 这个是一年以前的两倍的水平 那么购房者就急剧的减少 连带导致开发商降低了自己新屋开工的计划 所有相关的产业都受到牵连 房地产本来就是一个设计面很广的产业 那么美国现在已经有50多个城市的房价出现了下跌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8月份的房价指数月率下降0.7% 创下了2011年3月以来最大的降幅 也就是金融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是全面的房价下跌 那么在那个之后最大的一次房价下跌就是现在 美联储猛踩刹车的这个时机并不好 因为欧洲现在正在经历能源短缺带来的通货膨胀 这种通货膨胀你通过提高利率是不会得到缓解的 中国现在也正在经历这个他的清零政策呀 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这个经济放缓呢 这些情况 所以美联储在这个时候迅猛的加息 使得美元快速的升值 今年内美元已经升值了15%了 这样的话会使得大量的资金回流美国 对全球的这个投资市场是非常不利的 也会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美元的债务变得更加难以支付 因为他得用他自己的货币去购买美元 然后还美元的债 那美元升值他就相当于还的更多嘛 那么这些国家一旦出现债务违约的话 又是一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 同时美元的升值也会导致欧洲进口商品的价格的上升 进一步的会加重欧洲的通胀 拉罕曼教授认为 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也包括美联储的理事们都开始讨论 说美联储是否应该放缓一下他加息的节奏 因为第一个前面讲过 你供给端产生的通胀 对于高利率的反应并不敏感 第二 高速的上升利率对于实体经济和国际投资 都是一种打击 现在全球的经济都够脆弱的了 所以这是不利于经济复苏的 再来看实体经济方面 美国新增工作岗位 从三月份开始其实就是持续下降 到九月份倒是有所反弹 劳工部在本周五会公布十月份的就业数据 现在唯一的一个经济亮点就是他的失业率还不高 只有3.5%左右 但是呢 他工资上涨的幅度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小 消费增长也有所放缓 好 那么市场对于12月14号这个美联储会议的加息的正式的预期的概率 大概是这样 超过60%的经济学家预测升息是50个基点 而不到40%的人预测时依然会升息75个基点 好 我们再过一个月来看 好 那么中期选举在即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经济数据对于选民们 在中期选举中的投票倾向有什么影响 好 日前华尔街日报公布了一项包含1500名注册选民的抽样民调 在这些注册选民中他们投票的热情还是和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可能是有史以来这个中期选举中最高的热情 有近80%的受访者表示说他们一定会出来投票 那么受访对象关心的问题中排第一的通胀 排第二的是美国民主受到威胁 排第三的是最高法院颠覆了这个Roy V. Wade的判例造成的影响 而最关心非法移民和边境安全的人呢 只有11% 这个稍微的有点出人意料 但是民调资料中显示了一个重大的改变 我今天要提一下 就是住在郊区的白人女性的这个团体 他们的投票倾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在今年8月份就是两个月之前的民调中 他们更倾向于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 而和那个时候相比 民主党候选人在郊区白人女性选民这个团体中的支持率 两个月中间丢了27个百分点 你想想这个物价上涨对人的这个选择的影响有多大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 这个可能是因为8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距离6月份最高法院推翻这个 罗伊威威的判例还比较近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的女性呢 普遍会支持更为进步的民主党 而现在这个效应的影响开始下降 通胀的影响对于这个执政的民主党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反转 那为什么这部分选民非常重要呢 不但是因为这个郊区白人女性选民 他的比例就大概要占到20%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民主党的主要的票仓 在2018年的那个中期选举中 由于这部分选民啊 这部分白人女性选民 对川普普遍的厌恶 民主党就一举夺下了40个席位 这些席位大多数都是在这个郊区选民 就是中产阶级以白人为主 这郊区选民 在这些地方获得的 而现在 郊区白人女性中 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有50% 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跌落到了35% 就在8月份 两个月之前 他们还普遍的认为 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处理的会比共和党要更好 但是现在随着物价上涨的压力 认为共和党能够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 比认为民主党能更好处理经济问题的人 要高出15个百分点 另外还有一些改变也是令人惊讶的 在8月份的时候 郊区白人女性选民的受访者中 对于拜登的工作的认可度是51% 不认可度是48% 总体上是认可的 现在是完全反过来 两个月之后完全反过来 认可度只有38% 不认可度上升到了60% 还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说 如果现在让你投票选总统 你是选拜登呢 还是选川普 那么8月份的时候 这个假设性的问题 在郊区白人女性的选民中 有55%说选拜登 只有39%说选川普 而现在是41%说选拜登 52%选川普 我再次感叹一下 这个物价上涨 生活水平下降 对人的选择的影响有多大 分析家一般估计呢 这个共和党大概在这次中期选举中 在众议院大概能获得12到25个席位 这就使得共和党的总席位要达到224到237个 成为众议院中的多数党 另外今年共和党投入的这个众议员的竞选资金也比较多 1.75个亿 也超过了民主党的竞选资金 至于这个参议院的形势还不是特别明朗 竞争比较激烈的就是内华达佐治亚和宾州 我在10月27号的今日美政中介绍过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看 共和党需要在这个三个州中夺得两个 他才能翻盘 在宾州现在一般看来 共和党的这个傲资他赢面不太大 民主党大概率是可以保住宾州 内华达州呢 共和党的候选人Luxelt他的赢面更大 大概率共和党可以拿下内华达 所以关键就要看左之亚 早期的这个民调中 民主党的候选人Warnock他没有明显的劣迹 所以他的民调一路都是领先的 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好像以前是个足球明星叫Walker 他是一直被这个丑闻缠绕 民调落后于Warnock有大概三四个百分点 但是现在呢 差不多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也可能是就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原因吧 这两个人的民调数据就咬得很死 那通胀如果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那对于民主党的候选人是极为不利的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儿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Eric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